路上看到有爆米花 小时候的爆米花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喜欢 这个爆米花 电动了现在这么 原来都是要手摇的 还要多久啊 还要多久啊这个 七八分钟 还要七八分钟 刚放进去给它加工的 那这种都是爆好的了 好我来看看啊 妞妞没见过 没见过这样的爆米花 我过会让她过来爆一个 让她看看 老板要爆了啊 要准备爆了 来来来来来 看一下 开爆了 爆了 哇哈哈哈哈 好不好玩 第一次看到是吧 好玩 当心别掉下去 哦爆出来了 哇爆的这里满满的全是米啊 哈哈哈哈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恩 我现在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啊 在杭州萧山和绍兴交界的这个地方 叫安昌古镇 昨天带大家看来看我们安昌古镇的一些 特色的东西嘛 今天的话带你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这里特别的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 酱油啊 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个家乡人才吃酱油 一般来说你说像其他的很多城市他们有熏的呀 有胭脂的呀 我们这儿酱为主啊 啥瓦瓦瓦我都能酱 啊 酱鲜啊 酱鱼啊 酱香肠啊 啊包括酱鸡酱鸭 啥瓦瓦都是酱的 行了现在带你们看看酱是怎么做出来的我们的酱油 这个就是仁仓酱园 这个酱园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年的历史了 我看看他是多少 1892年中华老字号啊 1892年就有了 好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酱园的这个门都做的 是吧 这么气派 啊 这边再介绍他们的这个酱的产品怎么做 肯定也是拿这个磨磨豆腐磨豆子是吧 把豆子磨出来 黑豆卖人黄豆就是用这些东西做出来以后 然后这又是个啥 我在这里介绍其实我啥也不懂 这个但是我就看到了清代木炸 那估计用这个东西把它的那个汁水炸出来 是吧下面拿个盆子装一下 这个就是酱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用具吧 这本是啥书啊 会计本 计工部 计工本 对 做了几个工是吧 这个地方你们不要小看啊 这个地方其实哇就是这个景 这个地方是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是来拍过的 来拍过我们家乡这一边酱油是怎么做的 那那那里有呢 舌尖上的中国拍摄基地呢 曾经拍过这个地方呢 我们从里面走出来看到了吧 人昌酱园 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里面拍摄过的这个拍摄基地 超级漂亮 这个就叫叫重复美是吧 你们美术上面这个叫什么 就是层层叠叠一模一样的这个 叫重复美 反正就是各种美 反正确实好看啊 我现在镜头扫过去那边有几块牌子 现在阳光比较猛烈啊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几块牌子上面我现在是能看到的 那个是龙井草堂定制的 然后后面那个是甜面酱 这边做的是黑豆酱油 然后这边有一个台湾水风鱼定制 这边是人昌酱园的芒果TV全网独播中国的中国味道 曾经在这个地方都拍过 台湾都跑到这个地方来订啊订这个酱油 像这个叫人昌酱园啊 它其实是在光绪18年就有了 所以100多年历史了都已经有 你看像这个酱园指向绍兴 绍兴是中国酱园的发祥地之一 酱也成了绍兴的大行业 魏晋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明清的时候是最发达 其实绍兴我们当时萧山最早的时候 它是属于绍兴的 是滑到绍兴去了 后来再滑出来的最后滑到杭州去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们如果说看过季公传 季公传的时候 那个时候季公是从天台山 那个时候他从天台山出来 要到杭州林影寺去的时候 他路过的那一站就叫肖山县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肖山县 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有一集里面就是有一个园外 这里长了个大流是吧 歌流歌流就是那个 那个就是在肖山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当时可能就是在安长这一带 就是在这一块区域 那这边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 也不叫纪念品了 就各种好吃的酱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种东西叫母子酱油 特别好吃 跟我们普通酱油都一样 那边有一个这样母子酱油的 黑豆酱油 黑豆酱油 土造酱油 酱窝油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都搞不清楚酱油的品种有这么多 脆瓜 就各种酱货 各种都有 哪哪哪 这个就是必拍的 这个肖山萝卜干不特别出名吗 对吧 萝卜干手工制作秘制的 这个你们如果来了必买回去 这个萝卜干 确实比任何地方都好吃 确实比任何地方都好吃 所以那么出名 我就走过看过就算了 反正天天有的吃 我就不买了 你们是如果到这个地方必须要来买一个试试看的 超好吃 给你们推荐一下 超级好吃 我们去找地方吃饭了啊 走在这个小桥上面 我们去找餐厅 小时候我们也有种狮狮子 但这种狮狮子一看就新做的 我们那时候那种狮狮子都已经摸得圆滑了 已经都摸不来了 已经不刺手了 跟他们过去 出来了 嘿嘿嘿嘿 我们要带着你做足够啊 带着你做足够啊 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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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路边找到了很地道的一家路边餐厅 旁边还能有这个 你看 狡猾的嘛 正宗的都是 无愤穿都是狡猾的 是吧 我们去点菜去啊 我们到这里来点菜 我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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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戴 我爹呢 我许西戴 北斗人也有两年 我爹不是 里面有毛毛的日子吗 我爹不是去搬家过 里面有毛毛 毛毛表演 我爹 咱们吃个个 汉嘴是多过 這個好點 交了兩張 交了兩張的 我們就兩張 姜人叫兩張 他還沒上唸去 他們他還沒上唸去 我女兒沒有上唸去 喔 wahr 給你的 你一個緊張 對對對 這兩張他還沒給我 這個兩個是 香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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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兩張肯定都要 我來用普通話講吧 你們都聽不懂 筍燒芥菜 筍燒芥菜 然後醬肉香腸 這兩個肯定都要的 然後看看這個香菱 乾炸香菱 你看老闆娘的普通話比我還好 茄子 醬爆茄子 你看這裡都是醬的 醬爆的都要 這個菜們你們肯定 吃不需要來 我們來一個吧 汗菜冠福房可不可以 兩個抽這幾個抽 這三個都是很臭的 梅千張 臭豆腐 還有一個憨菜花 這個單單不吃的 我是愛吃的 這個我就不去管他了 這個不要我們就這兩個 好可以 還有啥 筍燒肉 乾菜肉我們就來個筍燒肉 行了就先這點吧 湯要不要 湯要乾菜湯 撕瓜乾菜湯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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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開水 白開水可以 飲料 網牢就好 就網牢就好 好了 菜點完了 本來我是想要來一壺老酒的 然後呢想想看我要開車回去 老酒我就不點了 所以老闆娘她說 你在拍視頻你把這個我們紹興的特色這個西壺 你拿出去展示一下嗎 裡面空的啊什麼都沒有 我還是喝可樂 我還是喝可樂 所有的我們喝的那個老酒 我們都是裝在這個西壺裡面 然後加熱然後倒出來的 展示一下給大家看看就好了 老闆娘拿了一個壺 這個壺多少年了 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 那個都一百多歲了 想想 誰一百多歲了 那我外婆在的話都一百多歲了 哦你外婆留下來的是吧 她的嫁妝 哎呀可惜了上面摔壞了 我拿來的時候是很好的 然後人家客人店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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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惜了可惜了 一百多年來這是西壺 哇這個裝老酒不要太太精哦 外婆的嫁妝 外婆一百多歲了這個肯定一百多年了 是吧 這個肯定厲害厲害厲害 我們的菜上來了啊 那反正如果你們要到少新啊 硝山啊要到這一帶地方來吃啊 你反正我推薦的肯定沒錯 這些菜裡面我給妳推薦一下 這個 醬的不用說了 醬香腸醬肉 這個是必點的必須要點的 還有一個你們乾菜肉到處有的吃 而且南方也有梅乾菜啊 那個梅是梅花的梅 我們這個梅是發梅的梅 但是這個叫筍乾菜 筍蒸肉 這個是外面吃不到的 那這個是實鮮菜啦 反正你現在來吃有 你要是四五月份再往後去就沒了 還有這個 它叫 和蝦 然後還有我們的這一個叫 這個就是剛才他們在曬的那種 曬的那種 對曬的那種粉乾菜的湯 這個是肯定要吃的 很鮮很鮮 還有在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那個叫什麼 三臭 按理說是三臭三種臭 但是單單不吃那種綠色的那種 所以我們點的是雙臭 另外這個就是我們的洗蛋 這個蛋裡面它就是那種 在南京我們也吃到了 叫活豬子 是吧 那個叫活豬子 裡面它是半熟 半成熟的雞或者是鴨 然後那邊有個鵝 我們有個鵝的它還沒蒸出來 等它蒸出來以後我們再拿 另外呢就是喝的了 喝的呢 老闆娘的這個拿出來的這個壺啊 這個這個的樣子是我們比較傳統的 這個是老闆娘她外婆的嫁妆說是這個 她外婆也是上一代傳下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起碼有150年的時候是 但是可惜被客人把那個上面的頭給摔掉了 摔掉的話現在她那個頭找不到了也沒法修 這樣這麼一壺基本上我們的量就是一斤 你們如果到這邊來你要是吃選酒啊 你沒有選你就選黃酒 你不用管管你會喝不會喝愛喝不愛喝就喝黃酒 黃酒就吸湖來一壺一壺 我們基本上一個標準就是一斤 一斤裝得很 這個是方的多一點啊這個是圓的 反正我們就是按一斤一斤他們其實很簡單 就有那麼個漏勺一樣的一個兜一樣的東西 兜一勺倒進去一斤就是這個標準 就是標準 所以我們這邊啊我們這邊喝酒我們喝老酒 我們說起來都是喝幾斤要喝幾斤 看起來你啊說北方人很好爽是吧 喝酒啊怎麼怎麼一碗碗的來 我告訴你南方這裡喝酒是按精算的 你要幾斤我要三斤聽到了吧 就剛才我在那個打招呼的 剛才有一個穿著就是傳統的那個 少星的長山啊那個那個老先生 他叫沈寶林我一敬意下的他姓沈叫寶林 以前這邊的他算是一個形象大使吧 就曾經有一個攝影家協會 國家攝影家協會曾經給他拍過一個很漂亮的 也不知道他長的也不漂亮 反正拍了一張很有特色的 他在拿了個西湖喝酒的一張照片 所以這個就是安昌他相當於是個形象大使的一個感覺啊 到處都是傳播的他那張照片 這個老先生就是每天我問他喝幾斤 他說我早上起來就喝 基本上一天下來五六湖最起碼了 那就是五六斤了 超能喝真的是 少星這邊的人喝黃酒超能喝 哇這個筍很嫩啊 那我再來一根香腸 來一片醬香腸 北方人看凡如何到這邊來啊 反正我所有的北方朋友 東北的也有北京的也有 到處往我們這邊來 沒有一個不是醉子回去的 因為黃酒這個東西 他吃起來他覺得沒筋啊 這個就算啥呀 哦甜甜的來吧 一個一個乾乾到最後 用後勁大的來不得了 沒有一個人不喝醉的 所有北方人到這個地方來 不上當有個鬼了 各個上當各個醉了回去了 少星臭豆腐啊 再加上我們的這個叫梅天章 梅過的外地人真的是吃不慣的 但是你們可以試一試 全國我告訴你臭豆腐 都沒有那麼一個蒸出來的做法 對不對 你哪怕是湖南的 臭豆腐它泡在汁裡的 也是炸過以後就泡汁了 我們就是這樣蒸出來的 很臭很臭 很好吃很好吃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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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臭越好吃 我們就是要叫這個 這個是真的臭啊 這個是真的臭 哇 豆腐鴨上梅天章啊 我在泰國的時候我在抖音做直播嘛 做直播很多朋友就跟我說 哎我要到泰國來啊我要到泰國來 希望我給你帶什麼禮物啊 我說你什麼禮物都不要帶 因為我們在泰國我要去買國內的東西 其實轉運倉轉運過來很快 基本上十多天都到 我說你如果是紹興人消山人 你就給我帶梅天章來 梅天章因為它沒有辦法保存很久 十多天肯定壞了 所以它的這個梅天章我回來 這是我今天第一次吃啊 回國以後我第一次吃梅天章 你吃不多 吃多了實在是太臭了 我們也每次都是吃一點點一點點 好吃真好吃 好了啊給你們來嘗試一下這個 哇這個有點大耶 這個我估計不便宜 我來問一下老闆娘 這幾塊啊六塊 六塊啊六塊 六塊錢一個 比我想像到中便宜多了是吧 我以為要20幾嘛 打開給你們看一下啊 大家看能把你們嚇死我告訴你 這麼大個蛋 要先把裡面的汁水洗掉 哇真鹹 真鹹真鹹 跟南京那邊不一樣 南京那邊就是蛋的味道 對它這個味道就是這個汁啊 超級好吃 它是放醬油滷的是吧 哦這個它還沒有毛咧 可是我沒有毛咧 但是已經開始有一點胚胎的樣子出來了 我曾經帶過朋友來吃過 我們南方的這一個洗蛋 當它看到裡面有一個長毛毛的 看到一個長毛毛的把它給嚇死我 我告訴你 嚇到它這頓飯都沒吃下去 我估計有很多外地的朋友 你肯定受不了 這個好 這個還沒成形 這個蠻好的 這個好這個還沒成形 這個超級好吃 就是要長成這個樣子的好吃 你真的長出毛毛來吃 說句話我也白吃 嗯 嗯 已經有了吧 看到了吧 這個已經有一點點毛啊 兩點毛 這種就是 又有肉 又有蛋 肉帶一起 肉帶一起 很好吃 乾菜 和蝦湯 你們看啊 這個小和蝦 我隨隨便便拿出來 你們如果到我們 紹興啊 蕭山啊 這一段來做客啊 你如果看到主人拿出來這麼小的和蝦 你不要以為他們是招待不周 我告訴你 海鮮 海裡的大蝦 其實在我們這裡 講究人裡面來說 它不入流的 我們真正的吃客 吃貨 都是吃和蝦的 這種小和蝦 賣的要比海裡那種蝦貴多了 賣的很貴可貴了 是吧 這種 這種現在在家裡賣的 是很貴的 你但凡是在這裡 講究一點的吃客 都是吃小和蝦的 我 我不知道別的城市怎麼樣 反正 紹興 蕭山這一代 我估計 可能包括租記 反正我們這一代 基本上都是這麼個樣子 台州可能我估計以海鮮為主 不會說是以和蝦呢 包括那個寧波 我估計可能也是以海鮮為主 杭州我不知道 對於和蝦是個什麼概念 反正在於 我們蕭山人少興人的心目當中 和蝦就是商品 吃完了 我們剛剛吃完 你看看 全座滿了 就我們這一座空起來了 趕快給老闆娘讓個座位 時間到了 一窩蜂的都來了 買個單 你看 我294 你給我288 哦288 這麼好的數字啊 294 可以的 微信收款 288元 好 走 好了 買完單了 294 老闆給我們 打了個折啊 變成288 吉利一點 是吧 我們這裡的人都講數字上的吉利 很實惠啊 我們吃了這麼多 喝了那麼多 土特餐菜都吃到了 是吧 剛才還是那個話題 就其實我是蕭山人了 蕭山人其實我們對杭州人 其實不是特別了解的 但是呢現在它被滑進了杭州的區嘛 所以我們走到外面 基本上也說啊 我是杭州人 因為你到外地去 我在省內啊 我肯定都說我是蕭山人 大家都知道 我們如果到外省去 我一般來說就是杭州人 因為我要跟人家解釋 還要解釋蕭山是怎麼回事 對吧 還要歐蕭山機場啊什麼的 如果我到國外去 有時候甚至我都說 尼亞在上海 我就說在上海邊上 就這樣 因為你說杭州他們也不知道的 我們蕭山人其實對於 少行人和杭州人啊 我們比比杭州人的認同感 我們少行人的認同感更強 因為我們的語言是一樣的 就是最早的時候 蕭山它是屬於少行的 少行下面的蕭山 然後呢到了 我們其實也就近幾年 好像才滑進杭州的 我們就少行包括菜市也是一樣 杭州菜我跟你們外地人一模一樣的 對於杭州菜的了解 我們也就是了解啊 像那個叫什麼西湖醋魚是吧 包括那個叫什麼龍井蝦仁啊 我們知道來說來說去 也就是這幾個菜 我們跟你們了解的是一樣 但是我們的蕭山的菜 你要說起來的話是什麼 就是 就比如說還有說 蒸三臭什麼什麼什麼 這種菜跟我們少行啊 跟蕭山啊就是很接近了 我們蕭山所有的菜說起來 少行人肯定全知道的 但對於杭州的認同感 我們並沒有那麼那麼的強 杭州對於我們來說 當時就覺得 沈誠嘛 對吧 沈誠我們講杭州話 什麼我是學的 但是少行話 和我們少行話 就是完全是講的是一模一樣 杭州因為它是南宋的時候 很獨特的存在 屬於是北方的一個語系 當初的一個河南官話 他們講的其實是個河南官話 跟我們周邊所有的人 講的都不一樣 蕭山也行 少行也行 你圍繞著杭州的 哪怕林安啊 純安啊 建德啊 包括漁航啊 我們說的話 富洋還有 說的話都很像的 只有杭州很獨特的存在 我們嘛 你們我們覺得 嗯 哪怕是 那個叫 上海 上海嘛也叫農 那廣東 就這樣 只有杭州叫膩 跟河南話是一模一樣的 膩 我們去玩他們也叫 杭州人叫耍 跟北方人一樣耍 就包括你去看那個西游記裡面 是那麼說的對吧 西游記裡 老孫耍子去野 他這個耍 杭州人玩就叫耍 三字兒去的咧 他們是這樣說的 我們小時候 拿去買買類 拿去搞搞類 是吧 就是這麼說 都不一樣的 這個完全是不一樣的 行了我們 馬上就到車旁邊了 弄個週末 到這樣的一個 武鎮裡面來坐一下 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好啦那就這樣吧 掰掰了各位